国曼四大锤神 第一位,大铁锤 国曼秦时明月中,墨家的大铁锤 他曾经与墨家的高建立同时对战过农家诸多强者 面对农家众多强者的围攻 他手持一把巨大铁锤 与高建立的默契配合 两人打出了一副当官 半副莫开之勇 冲出了农家的包围权 第二位,敖饼 国曼哪吒之魔铜将士忠东海龙王之子 申公鲍将灵珠融入敖饼的身体后 敖饼从出生时就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哪吒天杰到来之前 敖饼手持双锤,战无不胜 就算是他的师父申公鲍 也败在了他的双锤之下 后面敖饼调动了大海的力量 陈唐官险些就被他活满 关键时刻,哪吒解除封印 即使制止了他 第三位,好天斗罗唐号 国曼斗罗大陆中主角唐三的父亲 魂石精英大赛总决赛时 唐三等人被武魂殿围攻 唐号手持天下第一气武魂号天锤 从天而降 并释放出他的好天真身 以一人之力同时对抗武魂殿的七位封号斗罗 还成功救走了唐三和小五 第四位,广木天王 国曼西行其中 帝是天手下四大天王之一 帝是天发现了如来的藏身之底后 他就派遣了广木天王和持活天王去围剿如来 广木天王被如来打伤后 他就使出了他的聚灵神锤 神锤挥舞的一瞬间 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冲向如来 面对如此强悍的攻击 即使是如来这样的强者 也是险些招架无助 奥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